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牛顿的第3运动定律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在黑板上 这根绳子我已经放了很大了 他本来是一根绳子而已 这是一个木头 那现在呢 我说他受到一个 外力的作用 就是我们常常 你们看到题目上面就说 这个系统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 题目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第一件事情 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以后 那我接着要问 这里面 这个系统里面 如果 对这个 绳子来讲 他受到了哪些力 如果 对这个物体来讲 他受到了哪些力 先说对绳子来讲 他受到了哪个力 好 好 这个拉力 让他拉 那这边呢 好 物体让他拉 我说这是物体好了 不是A OK 那我们说 这个力呢 是B B 来拉A的 B来拉A的 这个物体呢 A拉B A拉B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没有 地板有没有给他 摩擦力 摩擦力哪个方向 摩擦力 那你们现在刚刚已经讲了啊 这个是 B拉A 这个是 A拉B 他们互为什么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对不对 所以刚刚同学们讲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然后他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面 好像就结束了对不对 但是还少了一个 好 不可相互抵消 刚刚有讲了 作用在A 跟B 他是不可相互抵消的 作用在同一纸线上 对了 作用在同一纸线上 这百分之 90 作用在同一纸线上 换句话说 FAB跟 FBA 虽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他可以 作用在不同的 地方啊 如果这边是作用在这里 这个是作用在这里 那不是的 他是作用在同一个纸线上 所以 他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 你作用在不同的物体 当然就不能抵消了 因为 你作用的物体不同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的系统 你的系统 你作用的系统是不同的 OK 然后 FAB等于FBA 他是作用在同一纸线上 所以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基本上你们看起来好像好熟悉 但是 你可以看到 很多同学只是什么 只是 看到了 牛顿第三运动律的 一小小的部分而已 那 我说 第一件事情 当你考量这两个系统的时候 A这个系统 B这个系统的时候 那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这一个 啊 绳子的部分的话 他是有 Force F作用在他的身上 那 他有没有反作用力 有没有 有在哪里 嘿拉的手 你的手 就是反作用力了 好 那他有没有反作用力 有 在哪里 在地板上 OK 那同学们会讲 我把这个系统跟这个系统 是不同的物体 我如果把它合成在 这个物体上面的时候 两个 我把这个当成 A加B的系统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他实际上在这个系统里面 这一对 是属于这个系统的什么 内力 OK 他的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直线上 所以你可以把它相消 如果没有在这个 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象 你一个系统 那 我有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的 两个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OK 他会不会禁止 会不会相消 不会 他会怎样 他会旋转 他会转动 OK 所以 在 辽顿的第三印动定律的 作用力跟反作用 他一定是作用在同一直线上面 换句话说 你这里面的 把作用跟反作用 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视为内力的时候 那他是可以相消的 OK 对这个系统来讲 A加B的系统 他就是内力 好 所以你说作用跟反作用 可不可以相消 要看你自己的系统 你的 选的系统 来看待说 那个系统 他是属于内力还是外力 来看待 好 这个是作用跟反作用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的牛顿第三印动定律 最重要的一点 的部分 那这一点上面的话 从刚刚的讨论里面 你大概知道说 你哪个地方是什么 你必须观念要加强的部分了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你从刚刚的讨论里面 你马上你知道说 那 我在任何的系统 所谓的 我要分析的 物 系统 你必须要先独立出来 到底是我要分析A加B呢 还是我要分析A呢 还是我要分析B 他的外力就完全不同了 当你要用牛顿第二印动定律 F等于MA 这个 是属于他的什么 外力 OK OK 所以 对A来讲 这两个都是他的外力 对B来讲 这两个都是他的外力 但是对A加B来讲 这两个是他的内力 他的外力 只有他根 这样了解吗 换句话说 从刚刚的讨论里面 你在 解 动力学的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 要做的事情 是你一定要把你的 系统先选出来 你不要在这上面画了半天 那没有人知道他作用在谁上面 OK 你要把你的系统先 独立出来 然后再去 画你的外力在哪里 有很多同学 认为自己已经很懂了 反正我就把他画上去 然后画上去 那我说 你到底这个是作用在谁身上 A是 这个是作用在哪里 这个在作用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要画成这样子 这个是不对的 这样了解吗 这是 你们在解题目的时候 在做问题的时候 第一件 你必须要 掌握住的 情况 当你掌握住以后 系统弄出来以后 外力解出来以后 F等于MA放进来 就很容易 确认 确认这一点 如果你在任何的地方你不把你的系统弄出来的时候 在上面画了很多 有的没有的 那助教可以一把 就给你打叉叉了 那其实你们在大学 指考 那个非选择题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子被教授打分数的 OK 你们的大学指考 如果是不是真是进来的 你们经过指考的人都有非选择题 对不对 光让两题非选择题 就要有一群的大学教授的老师 讨论一个早上要怎么给分数 然后他写到哪里 画到哪里给几分 统一标准 然后才开始改 从早上大概差不多9点 要讨论到大概12点或11点钟才讨论完了 然后才开始业界 对 那每一个 每一个图 每一个点 你的式子写到哪一个地方给多少的分数 都是统一标准 那未来你们的 这个大学里面 尤其是 物理系的同学这个 一开始你就要 养成这个习惯 不然的话你这个 呼噜噜噜 你全部都 我根本不知道 你是在做什么 13加2 是等于15 所以呢 所以 F就等于15 那13从哪里来 2是等于哪里来 我都不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这种东西会被打叉叉的 因为你现在很清楚 13是哪里来 12是哪里 是你自己想 这个我已经很清楚 但是你没养 你一旦养成这个习惯以后 未来你处理那个你不清楚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去什么 去分析 去分析说你到底哪里有问题 所以你 你要用你已经有的知识 去学习分析 你 没有的知识 现在在训练里面的就是这一点 OK 大概知道了情况 好 那现在你已经知道 这个是牛顿第3运动定律 那 有牛顿第3运动定律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我说牛顿第2运动定律在昨天我们讲 不是昨天 礼拜一讲的时候 这个M的话 M的部分 其实 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成 当我的 Force 是等于0的时候 Summation force 是等于0的时候 我A是等于0 A等于0的意思就是 只有两件事情可能发生 一种 V是等于0 一种是V是等于 Constant V是等于0 跟V是等于Constant 就是什么 近者 恒近 动者恒 做等速度 直线运动 就是在 外力等于0的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牛顿第1运动定律 OK 所以 在我们上次讨论的这个M的时候 其实 讲穿的就是 我要改变 物体的运动状态 它的难易程度 是跟这个M有关 所以 我们把 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所 得出来的这个M呢 就叫做惯性质量 这个惯性质量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已经有 针对这个惯性的部分 你已经 说惯性坐标系统 那现在 有一个惯性质量的部分 到底 这个惯性质量 跟我们平常 跟我们平常在测量的重量之间的关系是 它是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好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 所谓的重量 重量 它其实它的定义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 有一个物体 它所受到的 这个 重力是多少 它所受到的重力是多少 OK 那这个重力 基本上面 就是我们的万有引力 那怎么 你现在想考量 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A 在各个星球上面 它其实受到太多的星球 给它的万有引力了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不只是说地球的万有引力 我们还受 月球的万有引力 受太阳的万有引力 但是 这些星球给它的万有引力 从你们以前 得到的知识里面 都知道万有引力 它的force 是跟 R平方分之一 乘 反比的 对不对 所以 你在地球上面 你很简单的 你自己是离什么 地心是最近的 那你离地心最近的时候 我们只 去考量 它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的影响 那你会说 哎 那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也很近啊 他有没有跟我有万有引力 我说有 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 我都在跟你们有万有引力的交互作用 但是 所有同学加起来的万有引力 跟地球这个大 N来讲的话 小太多 OK 所以 当你的 地球的 这个万有引力的M 大太多的时候呢 你就 这个万有引力你几乎是什么 在考量物体的时候 虽然它的 R很小 但是你的 这个 之间的 M1 M2 这个M2啊小很多 所以我们几乎把 这个之间的万有引力 把它你个赖掉 OK 把它敷裂掉 这是我们 在考量的情况之下 那今天呢 所谓的重量是什么 重量就是 你考量 你物体手受的 净 万有引力 那就是净值的净 净万有引力 那把它 总共起来的部分 所以 依照刚刚我们 在讨论的这些结果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 我们忽略了这些 眼端的星球给它的交互作用 以后 我们说这个 重量 基本上面 就是 地球的半径 R平方 然后 G 地球的质量 还有 你要代测的物体的质量 这就是你的重量 那有同学 接着会问说 那重量跟质量之间 有没有什么 大的关联 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我们在地球上面的时候 我们把 这个东西就直接可以写成 差不多是MG G呢 它就是 重力 加速度 的部分 OK 这是我们 每位同学 大概在 你们以前的经验里面 都已经知道了 那 现在反过来 我就要讲一件事了 是不是在地球上面 就这么单纯 那它的重量就是万有与地 给的呢 我说不是 还没有那么单纯 为什么 因为 地球本身 地球本身是在什么 在转动 它是在转动 那你在转动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物体 我说 这是天花板好了 那我有一个物体 挂在这里 本来啊 它不转动 你挂在这里是不是就是垂直它 啊 对不对 物体就挂在这边啊 对不对 如果 它不转动 物体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平常我们就把它什么 Omega是不转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把它 直接说 我这个物体啊 挂在天花板上 还用一针绳子挂着 那 它的质量是m 那 它受到了什么 mg 然后 它另外一个 受到了绳子的张力 所以 你知道说 张力 跟mg总和 这个物体 是不会运动 就禁止在那里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是 但是现在 它在转啊 把它写在底下好了 它在转动啊 它在转动啊 那它是不是还是垂直悬挂 它是不是垂直悬挂 转动的物体 它需要什么 一个转动的物体需要什么 前几堂课已经讲了 一个转动的物体 需要什么 有一个是向心加速度 对不对 有一个是切线加速度 对不对 切线加速度是改变什么 速度的大小 那我说地球转 它是等速再转好了 假设 我们都不考量它的什么 公转的部分 就说它是自转 那我们就考量 那地球自转 它已经是 稳定的速度在转 所以它的速度是不改变了 所以切线加速度就等于什么 零 对不对 但是 它要有向心加速度 它才能够物体跟着它转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物体呀 是要跟着地球一起转的 那你就要有向心加速度 什么东西提供它就向心加速度 它只受到两个力而已啊 所以这两个力加起来 要怎样 等于MA 而A就是什么 你的向心加速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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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想 一个T一个M 要向心加速度 它还会不会是这样子 不会的 这是垂直轴没有错 但是 我已经知道 这两个加起来又 MA 这两个会不会在同一个直线上呢 会不会 一个物体在这里 它受造张力 两个合起来 这两个的合力呀 它必须要 这个合力 T加MG 它要指向 这个心 让这个合力呢 让这个物体是在这边做 圆轴运动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把这个画好一点 加起来的结果 就是要提供它来当 向心里 那我们平常我们是什么 我们在测量这个物体的重量的时候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绳子挂在这里 我也可以用一根 弹簧挂在这边 对不对 那弹簧的张力 其实就是我的什么 我的重量 MG呀 同样的 你这个 还是可以把弹簧挂在这里 但是 但是 你现在发现 我弹簧所测量出来的结果 是负的MG加上MA 也就等于 负的M G 减A 这是我们 在 弹簧秤上面看到的结果 本来 本来 你T 是等于负的MG 这就是你的重量 现在你看到你的重量是 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重量呢 叫做 视重 OK 就是弹簧秤所测量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视重 不是只有在这个问题上面 是呈现出来 你也可以常常看到 你们常常在处理的问题 就是 我有一个电梯 上面挂了一个 这个 挂了一个弹簧然后一个物体 OK 当这个电梯 他静止的时候 那他的重量 你可以知道 但是当他的这个电梯 开始 运动的时候 不管A是往上跟往下 他的重量是什么 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时候 也是视重 这样了解吗 甚至于 题目也可以 问题也可以变成是 你自己弄一个 磅秤在这里 秤一秤 跟在这里秤 磅秤上面所指的这个刻度已经什么 不同了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问题 换句话说 像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所受到的重力 跟你绳子所受到的张力 T OK Total的值 就是你的Summation F 就是T 加Mg 要把它拿来当 你的 加速度A 那我们把 Y轴向上 为正 E-Mg 就是等于 MA 所以你的T 就是等于 Mg加A 这个就是你的视重 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在讲 重量的时候 你要知道有这些问题 我所谓的重量 他是进的万有引力 我并没有去考量 它 是在 物体是在 运动的一个状态 换句话说 这个 进的万有引力 它是在 物体没有运动状态之下 的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 有同学 也许会 跟我讲 那老师 你这个 W就等于Mg 这个M 不是就是我们 所测量到的 一个 质量吗 OK 我要告诉你 的部分是 第一件事情 质量本身 如果你是用 牛顿第二 运动定律 所测量出来的 的质量 就叫做 惯性质量 假设 你今天 不是用牛顿第二 运动定律 测量出来 我说 我可以用天平测测看 好 那你天平 你们都知道天平 天平本身 我说天平本身所使用的原理是什么 我把一个 我未知的东西放在这里 那我 把砝码 一颗一颗放进来 当他平衡的时候 我知道 他所受到的 万有引力 跟他所受到的 万有引力 是什么 大小相等 翻向相反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这边放的砝码 M2 就是等于 M1 的值 那我就可以测量出来 我M1 的质量是多少 假设你用这种方法所测量出来的 实际上你已经是 在测量他的什么 万有引力的平衡 OK 这样测量出来的 叫做重力质量 他并不是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我给多少的力 有多少的加速度 然后他的比例常数的关系所测量出来 那这个重力质量呢 这个重力质量呢 有一件事情是 天平如果小小的 那没有问题 你所测出来的 基 两个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我在地球上面 我特地做一个大大的天平 那这时候 你测量出来的 这两个 G1跟G2就什么 不同 对不对 所以 我们 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你在 测量重力质量的时候 以后 你不必要在同一个地点 然后利用力平衡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OK 那 回过头来 有同学会跟我 有没有人会觉得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 惯性质量跟重力质量有什么不同 就是质量啊 光光这个质量的部分 从惯性质量到重力质量 就是 广义相对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你去研究的东西之一 去研究惯性质量跟重力质量 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研究主题 也许你不会感觉到说 他有什么差别 那我可以告诉你 重力质量跟惯性质量呢 我们会看到的 实际上 Wa 这个a好了 这是b 那wa 跟wb的比值 他基本上 是ma 跟mv的比值 ok 1跟2的比值 那你现在在同一个地点啊 g是可以相消的 所以 我们知道 你这两个 这个重量呢 其实跟惯性质量 是有比例 是有比例关系 但是 他的比值是不是 1 这件事情就已经 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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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忙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 过去的历史上面 重力质量 和惯性质量 这是重力质量跟惯性质量 他的误差到底是多少呢 ok 我说 把这个 然后这mi 这个误差 大概是 5乘10的 -11次方 这个精确度 他是一个 不好测的 但是 有科学家 一直在测量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是一个 你 广义相对论里面相关的一个议题了 那 换句话说 在重力质量里面 已经要牵扯到重力场的问题 换句话 在重力场里面 他的质量 随着重力场的变化 反过来 重力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啊 那是不是 同样的 在加速度场里面 我们看到的在加速度场里面 对于 重量这件事情的改变 对不对 所以 重力场本身跟加速度场其实是什么 是有同工育起之妙 广义相对论里面就是在考量 加速度立场的一些效应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东西 那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推导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们说 惯性质量 它本身是一个scale 是一个存量 但是呢 在 重量本身呢 基本上它是考量到 你受到了 近的 万有引力 近的 万有引力 所以 这个重量本身呢 严格的讲 它不是存量 它是一个向量 那它的方向呢 就指向 你的 这个 这个 给你 产生 万有引力的 一个中心点 所以 严格的讲 重量本身 是一个向量 OK 它是一个veta 好 这是 质量跟重量之间 它最大的一个不同 那我说 在实验上面 怎么样去测量 这个 重力质量跟惯性质量之间的 一个相关性呢 我把这一点点讲完 我们说 我们就直接 看到的是 我用单板 去测量重力质量跟 惯性质量的对等性 所以我们说惯性质量 跟重量 重量 重力质量 质量 它的对等性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我一个 单板 那跟 垂直线是 夹 拉希塔脚 如果 希塔是 非常小 好 那我们看到 希塔很小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 这个物体啊 它受到的力 第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它有绳子的张力 OK 然后 它有 这个 重力 G 所以 这两个合力啊 这两个合力呢 OK 你们看到了这两个合力的部分我把它化成蓝色的好的你的你们跟红的 我说 基本上面 我把我的坐标系统抓出来的时候 那我就很简单的 我可以把它 分析 的更完整 我说 物体 受到了 T 然后 MG OK 所以在 X轴上面 跟Y轴上面 你看到的 T加MG 基本上你是要等于 这是种 的合力 所以你把它分为 两个部分 一个是什么 一个呢 你现在是物体的 在运动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还是 我这样取坐标轴可能会对你们 不是很容易 我把 我把切线方向当成是X轴好了 让你们比较容易看一下 我把切线方向 我把切线方向当成是X轴 OK 然后 然后这个 T的方向当成是Y轴 那因为我们的合力是要让他来当 这个 这个加速度的 加速度的方向就是在这个切线方向啊 所以 这样子的取法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我不用把加速度分成两个向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合力 就是我们的 T的部分 那你这个合力是等于多少呢 第1个 我把它 T 这个投影到X轴上面 等一下 这个投影到 MG投影到Y轴上面就是MG的sine theta 那投影到 X轴上面就是MG的cos theta 所以看到的是 在Y轴上面 有这个 像 T Y轴上面 summation F的Y 它是等于 T-MG的 cos theta 不是sine theta 这是c theta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是cos theta 它在Y轴上面是没有 加速度的 那summation S呢 在S方向上面呢 它是负的 MG MG sin theta OK 它是把它拿来当加速度 比平方 X 比T平方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在这里面 这个M 跟这个M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M呢 是因为你的重力 所产生的M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这个M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这个M 是把它当成M Plan 然后呢 这个关系式里面的M呢 就是你用牛顿定律里面 所得到的惯性质量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知道 你现在你知道 这个关系是给你的 是负的M Plan G sine theta 也就等于M的底平方 s的t平方 那sine theta 等于多少呢 sine theta 因为这是c 那你可以看到 sine theta 就是 这个百常 乘上 X的部分 当c 他脚很小的时候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关系是 负的M Plan G 然后L分之X 是等于M的 底平方s的t平方 那 我把它写得更 漂亮一点的话 就变成负的 M分之 M Plan G L分之 X 换句话讲 这一项 是等于负的 M L M Plan G X 那我要问一件事情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微分两次以后是回到他本身的 什么函数 微分两次以后回到他本身 sine cos 微分两次以后是不是回到他本身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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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解出来的时候呢 我先把这个解出来的部分就是 你的X 是等于A sin 所以 然后某一个 常数T 加上某一个角度 假设 那你把它带进去 微分两次 是不是就变成 Omega 平方跑出来 还有负值 Omega 的X 那是等于 负的 M L 的 M Plan G X 很简单的 把它 原理你把它带进去 微分两次以后 每次微分 cos sine就变cos 对不对 然后里面微分要把Omega跑出来一次 第二次的部分 再微分一次就 -Omega 平方 所以微分两次 多出这一项来 等于他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 这边没有A了 A已经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Omega就是他 OK Omega是什么意思 Omega其实就是什么 Sine在当时间T一个周期以后 应该要回到他本身的位置 这个减弦运动 回到他本身的位置 时间T一个周期 所以 Omega乘以T一个周期要等于2π 换句话说 Omega就是等于2π除以T 了解了吗 那我们可以看 好你的T是等于2π除以Omega Omega是等于这个东西 就等于2π 然后 然后 T2弗 他同学们一定感觉说 老师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不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背的吗 T就等于2π I 根號積分之L 減血運動的週期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實驗 所得到的結果 那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實驗的結果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Nプラン跟N 基本上它就是等於1的情況 也就是中立質量跟慣性質量 它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是相同的 在這裡 我們也看到 它其實是差了很小很小 所以 為了避免 不必要的干擾 我們平常 我們講的時候都沒有再去講 重力質量 或者是慣性質量 實際上質量是有分 重力質量跟慣性質量 這樣了解了嗎 OK 我們來講一次的 我們來講 了解